于必遵守宪法 尽忠职务 增进人民福利 保卫国家 无负国民 付托 如为誓言 愿受国家严厉制制裁 113年5月20日 中华民国第16任 总统赖清德正式宣誓就职 夫人吴梅如 亲临现场见证 受与总统应信 请受与人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先生就位 中华民国之喜和荣典之喜 这两个应信 是历届总统交接最重要信物 历经百年历史仍完整保存 总统赖清德 从立法院长韩国瑜手中 小心翼翼接下应信后 双方握手完成仪式 两人全程表情严肃 眼神几乎没有对视交流 而副总统萧美琴接下应信时 脸上带着微笑 明显柔和不少 国喜象征国家权力授予 也代表新任期正式展开 唱中华民国国歌时 谁开口谁没开口 常被外界关心 透过总统府内画面来看 前总统蔡英文 韩国瑜 陈建仁 萧美琴等 都有明显跟着唱 但新任总统赖清德 从画面看来嘴巴动作幅度不大 提任意行政院院长 赖清德以总统身份 经手了第一份公文 正式签署行政院长 总统府国安会政府秘书长的 任命公文 所有内阁成员在府内宣誓就职 赖政府团队正式上线 同一时间国军团队也同步更换 各级部队的三军痛帅预照 官兵卸下蔡总统预照 悬挂上赖总统肖像 象征国军从此刻开始 效忠新任国家元寿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